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为大家讲解就是HKDSE 2012 Mathematics Core Paper 1 Session A1, Question 6 请留置画面的讯息 如果你是未掌握我做D7 Video的理念 又或者如何证明使用此视频,麻烦你停止画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这条第六条就是说Compound Linear Inequalities 复合不等式 OK 当然 你见我做的,我都是分开两面做给你看 也都是 原则上 我们都是take the same operation on both sides 当我们处理这个 不等式的时候,不过大家要留意 乘除负数,我们要不等好转向 OK 好,我都曬给大家看了,不打算逐步逐步跟大家讲 如果有东西要留意,我特意 就是把 X X汉,如果只要它是正,譬如现在我指着这一条 这个位置 2x加3,大过7x-21 其实我也可以把左右手-7x Instead of 左右手-7x 左右手-2x,我就是避了 乘除负数的问题 这个是其中一个处理的方法 OK,也推荐给一些不太熟 Inequalities的同学,尤其是当他遇到乘除负数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避 好了 另一边 另一边更浅一点,所以我就不打算讲解 当我们简化了这一条compound Inequalities之后 我们就要决定 X现在就小过4.8 同时间 X就要小过或者等于5 当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话,到底哪些数字是 能够行得通呢? OK,那我就会用素线去看 我画了素线之后,我就看那个重复的area 就发觉原来要同时间符合两个条件 就只需要X是小过4.8或者 24over5就已经是可行的 6a,6a这里说完,到6b了 6b由于他问到底有多少个positive integers 是能够同时间去satisfy 这个compound Inequalities OK,那就是说 到底有多少个 Integers positive 就是satisfy到 x小过4.8 数都数出来 就是4321 所以我们就说 There are only 4 positive integers OK 第六条讲完 多谢大家收听 有什么问题找我 再见